提起霹雳舞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电影里的太空步 而今年霹雳舞是首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作为今年奥运会最年轻的项目 霹雳舞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霹雳舞走进奥运 为这一舞蹈运动又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我们来看记者在成都的探访 下午两点在成都舞侯区一家霹雳舞培训机构 十几个孩子正围在一起斗舞 他们的舞蹈老师王云鹏告诉记者 现在的霹雳舞包含摇滚步 腿部动作 定格和整体动作四部分元素 舞者跟着音乐的节奏即兴展现自己的技巧 过程充满竞技性和观赏性 这两线这个动作的话是两只手去作为一个支撑 它的难点是需要你的肩膀 把你整个身体顶在一个倒立的一个情况 代表性的倒立定格 令人眼花缭乱的脚步移动 高难度的空中旋转 霹雳舞虽然学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但充满了视觉冲击力 受到不少小朋友和年轻人的喜爱 你为什么喜欢霹雳舞 看见非常的顺苦 快五岁的时候开始学 现在是七岁半 做两天那些时候其实它是在地板上转的话 其实会磨起小泡泡 那种白色的 但其实磨白了之后 简直起来之后后面磨随便磨都不会痛 一开始是为了减肥 现在是为了练动作 那后来减肥成功了吗 失败了 从街头文化衍生而来的霹雳舞 在过去一直是相对小众的项目 近几年随着街舞综艺的出圈和霹雳舞入奥 霹雳舞已经发展为高水平的体育竞技项目 大众对霹雳舞的普及度和认知度也在不断提高 以前对霹雳舞的认识可能是一个大杂会的舞蹈形式 在奥运的加持上面 真正的霹雳舞是什么样子的 大众对它就有了新的认识 其次对于整个行业发展来说 到现在成为一个正式的运动项目 它也是我们青少年可以去选择成功运动员的一条道路